那将军是三姐妹 她们长得一模一样 一般人还是很难分出来哪个是谁 两个妹妹经常一起吵架 因为外表长得很萌 吵架也看起来特别可爱 但实力也是真的很强 美洋洋被吓到两腿发软 却被她们嘲笑是胆小鬼 妹妹思思的力量很强大 一招就把美洋洋击飞 看到狼狈的美洋洋时 她甚至比出了剪刀手 笑得那叫一个放肆 睁眼一看美洋洋被自己撞进到镜子里 还被二姐小弟则骂 看到美洋洋站在镜子面前 思思扛起了柱子就砸过去 二姐又把她一顿骂 关一砸坏了镜子怎么办 思思当时又一阵懊恼 两姐妹吵架也这么可爱 还有小弟震惊的样子 正常的美洋洋实力不怎么强 但是黑化后的美洋洋不好对付 她的实力很强悍 小弟将目标转向了二宝 直接把她踩在了脚底下 威胁他们投降 思思拿起了拉花 在一旁开心的加油 这反应也是挺逗的 红太郎有些担心 毕竟他们实力确实很强 是这一层的巴士 大姐气场最强 她也是最难对付的 两姐妹为了让大姐开心 逃去给居民洗脑 想要创建出一个虚假的完美小镇 因为士兵疏于看守 差点让暖洋洋恢复了记忆 大姐也差点发飙了 两姐妹更生气 一定不饶过这两个士兵 只是这惩罚的方法也太接地气了 居然是贵榴莲 两位士兵哭着发誓 不会再出错 膝盖的痛让他们泪流满面 一个送消息的士兵看到这一幕 瞎得瑟瑟发抖 费洋洋与懒洋洋 顺利进入了完美小镇 也和暖洋洋一样被他们洗脑 还被植入了调皮孩子的记忆 特别喜欢捣乱 看到他们搞怪的样子 两姐妹也傻眼了 本以为自己就够调皮了 没想到他们更夸张 纳将军内心也是小女孩 而这一切只有等美洋洋觉醒 打败了纳将军之后 才能成功逃离这里 美洋洋虽然实力不强 可她黑化后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实力特别得劲 纳将军也招架不住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 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这期的演 march 别有的